您好 歡迎收看6月11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0403地震也造成花蓮的定制漁網嚴重損失 新城鄉和休林鄉總共有8組定制漁網嚴重損壞了 經過縣政府的爭取 4月12號是獲得農業部公告農業天然災害救助 而不過依照原本的災害救助辦法 定制漁網現金救助的額度已經不符合現實了 經過花蓮縣政府不斷的爭取 農業部日前修正了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定制漁網頁的相關救助規定 提高了定制漁業救助額度 努力協助受災漁民辦理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申請 經勘查 新任鄉定制漁場損失金額達2329萬元 新任鄉定制漁場損失金額高達1486萬元 共計本縣定制漁場損失金額3810萬元 其順便表示 1.願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救助項目以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項目額度所定定 救助項目以農業天然災害現金救助項目及額度所定定定定制漁網頁 救助項目實定網生、染神、鋼索以及腐朽等等 傷害率打20%以上 依救助額度依救助 救助額度為標準 每組最高薪塔幣30萬元 約打20%的補亦補助 截至目前受到0403地震篩損失的定制漁場 每組依救法付救軍為30萬 原救助辦法顯然不切合計所影響 華人市政府確認定制漁網受災之後 即不斷爭取最高救助額度 同時中央也同意溯及本次0403地震受災定制漁場 依照各個定制漁場申報受災的情況 夥合救助項目可獲得20萬元救助金 這次縣府督促受災定制漁網頁所在鄉鎮市公所 依照農業部休省農業天然災害救助方法所規定 儘速提報追溯計算為0403 政災定制漁農民已辦理現金救助申請的事宜 現在卻表示感謝所有知識和關心地震災後 重建的夥伴 華人市在長征之後 復原制度漫長 華人市政府持續和中央以及民進行僅民合作 持續努力重建美好家園 請記得Join 關心不道